三年從台下開始就一直租房子 你那時候在高雄急著要租房子 結果呢 結果就是因為那時候急著要租 那當然是會以身邊的朋友先問 你剛好嗎 你有家要租嗎 問一下 然後有個朋友剛好他們那一棟樓有要租 還蠻便宜的 那個一個月那時候才五千一百塊而已 算蠻便宜的也蠻大間的 然後我就說好啊急著要搬 那不然先搬進去好 那他那個房子呢 他就是那個房間他其實是蠻靠最裡面 然後他剛好那一棟樓被另外一棟大樓擋住 所以我雖然有窗戶 可是陽光進不來 可是進去之後我想說 反正五千一 朋友又在這邊就地照顧OK 然後我就租了 他在搬進去的時候 在整理那個房間的時候 就在整理他那個抽屜 發現到那個抽屜裡面 有一隻那個文昌帝君的那個筆 要是紅 毛筆 紅頭的 我想說那前一個房客可能是考生 或是什麼應該是 那不錯啊 表示說應該是OK啊 可是怎麼沒有拿走 但是我也不敢去碰他 我就繼續放在那個抽屜裡面 好啊租進去之後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 很容易被鬼壓 人家說的鬼壓床 因為長期被壓 你就壓到已經習慣了 因為那就是一陣子你沒辦法動 你沒辦法動 過了 你就能動了 為什麼沒有長期被壓 又習慣這種事情 因為太長啊 太長 每天大概兩三天一次吧 這是享受嗎 不是也不是啊 每天耶 每天兩次 我覺得你怪怪的 沒有就三天一次 三天一次這樣 這更奇怪了你不覺得嗎 因為他也有他的週期 不是因為醫學解釋 不是就是什麼你太勞累 或是什麼可能 缺甲椅子 對… 然後那一天呢 那一天的狀況是這樣 那一天晚上 那我就跟我的 那個時候的女朋友住一起 然後我就在睡覺的時候說 又來了 又被壓了 我想說 那這個應該跟平常醫藥 大概幾分鐘就沒事 就那天壓了特別久 壓到我已經覺得 我的生命受威脅 我已經開始緊張了 怎麼這麼久不能動 所以你很清醒耶 對 但是我的清醒是 我眼睛也沒辦法張開 可是我意思是清楚的 對 結果我就想說 既然這樣 那我就是 人家都教出什麼 念佛經什麼 我接收到的資訊是這樣 我就開始念什麼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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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始念信經 然後就是念 念到一半的時候 我的左耳邊 這邊就是 左耳這個地方 我躺著嘛 有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 我記得非常清楚 那中年男子說 你念嗎 你繼續念嗎 你念這個剛才不好 他開始嗆我 你知道嗎 他要跟我說 阿彌陀佛 我為什麼 我開始他幹掉 因為有人說你氣一來 可能就可以把他 怎麼樣 對 然後我就開始幹掉他 什麼我能知道的彰話 我全部都講了 我還是不能動 你能 你知道多少彰話 什麼三字經四字五的 對啊 人之初 性本善 什麼都 背給他聽 對 我都講了之後 我還是不能動 那怎麼辦 後來是我旁邊的 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包搖起來 同一個嗎 現在不是 前女友 對 就把我搖起來 搖起來之後 他很緊張 他本來要打個電話叫救護車 他說他看我一直冒汗 然後就是 一直在出力 然後嘴巴不知道在念什麼 因為我在罵他嘛 可是他聽到是那種 就是那種聲音是很小聲的 對 然後就是這一次讓我覺得 哇 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很討厭 竟然來壓的是個男的 對啊 如果是 對啊 我就慢慢 這樣你也可以接受 那你真的上癮 聊聊天嘛 大家交個朋友嘛 對 這是很特別的這個經驗 那宏偉這邊是 有個小摩朋友 四年多前 在民權隆江陸附近 也是租到房子 是 因為譬如說兇宅的部分 你都可以上網去查得出 之前會有沒有發生命案 那我這個朋友是這樣子 他在隆江陸 快靠近民權東路那附近 找到一個巷弄一個房子 那說話是四年前 那個屋寧差不多五年左右 那是一城兩戶 那就是還蠻新的 他一進去他就非常喜歡的格局 那格局是屬於那種夾層樓中樓 一進去呢 兩個階梯是有一個儲藏室 然後一樓是客廳跟小餐廳 那上去就是置物間跟這個房間這樣子 他一看人非常喜歡 就是進去有沒有覺得有壓力 或什麼的 他就跟這個房東直接說我要簽約 然後房東一開始是開三萬八 那他覺得有點偏高 要跟人家殺一點價 後來變成三萬二成交 他覺得這個房東阿薩利 他就一次付一年的租金 因為他覺得說就表現誠意 反正你也給我讓利那麼多 他就租了 就他在約定一個禮拜之後 要搬家的時候 他就帶他媽媽來搬家 因為我這個朋友 事實上他差不多一兩年兩三年習慣 很常搬家這樣子 然後搬家都是 因為他個性是非常小性謹慎的 他搬家過程當中 要把他衣服拿到樓上的時候 他竟然從樓梯上面摔下來 而且那個樓梯比他以前住的那種套房的樓梯還要更寬 他就覺得奇怪 他當下不以為意想說我可能踩滑或什麼的 然後要放那個玻璃杯 要到這個廚房上面的這個櫃子的時候 然後沒多久放上去櫃子那個玻璃杯就掉下來摔破 他當下真的沒有覺得很奇怪 那晚上的時候他媽媽就陪他一起搬家嘛 就在那邊過夜 就他半夜的時候一樣是跟上面一樣 晚上被鬼壓 他全身不能動 他全身不能動 然後呢他就隱約的 因為被鬼壓大部分的那個情境 有點像半夢半醒之間 他不知道你是到底在睡覺還是真的是清醒人 那他就隱約想說現在到底是幾點 為什麼會被鬼壓一拿手機起來看 有一個女生的臉在那個手機上面浮現 然後呢更可怖的是 他腦海裡面聽到這個女生跟他講 我終於找到你了 他就他隔天起來的時候他媽媽說 你昨天怎麼睡不好 他說對啊我起來就是跟他講鬼壓的事情 他媽媽說他起來是全身痠痛 頭痛 然後他們就想說這個房子有點怪怪的 然後那當然也是住了好幾天 那他像他在客廳看電視 他旁邊有個茶色玻璃 他都會感覺說有一個人在看著他 然後看過去又沒有就是看到自己 他就覺得那個氛圍就是非常奇怪 然後他有時候去外拍啦 工作的時候就會莫名其妙 就是臉色非常差 沮喪有時候會哭 然後他周遭有一些朋友就是 可能有在公廟啊 常常去公廟做這些服飾啊 這些動作的時候 他跟他講說我帶你去新 新莊的一個叫地藏庵的一個 還蠻有名的一個很大的廟 然後就帶他過去 然後裡面的幫忙在處理事情的人呢 看到他慢慢的就幫他找出原因 就是說 事實上在他家的這一個人呢 這一個朋友呢 是他好幾輩子以前的朋友 是同事 因為他以前是煙花女子 然後這個好朋友 以前跟他是從事都是屬於那種 煙花女子就對了 從事這樣的工作 他說因為你們那時候非常非常好 非常的嬌心 那因為他因為感情問題 上吊自殺 自殺之後呢 他一直沒有辦法輪回 他一直在這個世間 想要找人幫他 他一直找不到 後來在這一世的時候 他終於找到他了 希望你能夠幫他 所以他在地藏庵那時候 裡面的處理的人就說 甚至他連名字都可以講得出來 廟方人都把那個女生名字都講出來 就說OK 我建議你就是等於做一個法事 然後他想要什麼東西 你就滿足他 要買蓮花啦或什麼東西 你就送給他 然後呢 等於是你在幫助他超渡回去 廟老師那裡面是不是不乾淨 對啊 他剛剛不是講的嗎 其實他那個房子應該就是 他說他 被佔了是不是 對 被佔據了 他說他終於找到他 其實他就在 他其實有時候在找這樣的一個緣分 有時候他會在冥冥當中 會超時空 可能這一些靈體的東西 他會預先知道 什麼時間你會到 那跟他租的房子 距離冰儀館比較近有沒有關係 距離冰儀館比較近的 常常都會聽到是有狀況的 因為我之前辦公室不是就在 那個松江路那邊 明犬東路那邊嗎 那在那邊倒是聽很多 那邊也有很多就是 旁邊都是那一些生命會館 兵儀館那一些 那其實旁邊還是有住家 那一邊就是環境就比較特殊 陰陽兩界又有關聖地區 然後旁邊又有一邊 所以常常就是到我那邊的 到我那邊的客人 其實在附近的 其實也會常常有這樣的困擾 就是說家裡有時候就會很奇怪 聞到很奇怪的味道 對 可是像十位哥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在房屋契約裡面 證明說如果遇到鬼可以退職 可以嗎 那你如何證明有遇到鬼 不是這個鬼呢 你沒有辦法說我抓了一隻鬼 照片在這裡沒有辦法 但是你可以寫下去房東一定會 如果這個房子是沒有問題的 是乾淨的房子 房東一定覺得可以可以簽 可是如果這個房子是有問題的 房東絕對不會給你簽這一條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我簽沒有問題 如何證明 你如何證明有碰到鬼 無法證明 所以如果你要講就是說 比如說精神科醫師鑑定 已經影響到我本身的身體了 那當然就可以了 我如果房東我怎麼沒有跟你簽這個 你不要簽這個 隨便跟我說說我的家裡鬼怪怪的 還有 這房東很特別 他去跟他這個 我這個女生朋友去跟房東講說 你的家怪怪的 我遇到這麼多事情 結果房東非常肯定 沒有啊 他已經常常習慣 有人跟他反映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 他說沒有啊 你如何證明 要不然你就不要 結果他就 我那朋友住不到一個月 他就扣了兩個月的租金 就感覺是一個陷阱 專門扣租金 他的前一手 這個他現在最近認識的朋友 也是同樣的動作 我相信房東一定知道 很多人會跟他反映這個事情 好 好 好